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蘇爸爸八十幾歲了 他說太太會生病 我想太太應該也八十幾歲了 除了是因為多年見不到兒子蘇怡寧 也跟親家母的相處有關係 之前父子還沒有鬧翻的時候 蘇爸爸這個夫婦 常要去替蘇怡寧家中照顧孫子 但蘇怡寧只給父母進入車庫的鑰匙 兩個老的上樓以後 要在暗門鈴請管家開門 但是有一次親家母也到場了 卻是直接拿鑰匙開門進房子 這他們看得很心酸 蘇爸爸說現在心很苦啊 外人每稱讚他兒子一次 兩個老的都心痛一次 你兒子這麼厲害 做醫生 無數要做這麼大 這樣下落電腦痛苦 對 沒錯 這個文婉 那看完之後的感受是什麼 看完 你站在哪一邊 其實我這樣看 我都不站在哪一邊 我跟吳老師一樣 我就覺得這個過程 因為你看一個父母親 你看像我們都有 我們都是為人父母 我們只要疼惜我們的孩子 又要養他又要教他 又要陪他 這一路其實花費了很多的心血 可是像當有一天 他飛黃騰達了之後 然後因為一些可能媚媚 我們才剛才說的 因為互告了 假定 我們現在假定 當然不會發生 假定說原告跟被告 兩個都在法庭上 兩個人指控皮子的時候 那你是作為蘇爸爸 你會怎麼樣 會刪掉嗎 我肯定 我覺得我到那一刻的時候 我可能連打他的力氣都沒有 而且我是說我自己 我不是說這樣 要是我 我可能會想不開 我老實講 雖然我八十幾歲 我肯定越想越想越想不開 尤其剛才說了 我說我是你生你養你的父母 結果我去 我沒有你家裡收拾 結果別人入去 好像走廚房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心裡面那個很磨 覺得不是吃醋的問題 覺得有一把刀插在我心上 你現在到底是對上死 那一隻收拾比五十多還來 你不知道喔 那一隻收拾比五十多 你到底現在是死什麼 你知道嗎 是喔 你是我七月 我回他十月 親家 親眼 把那一隻收拾 堵的那個 那個 收拾缸 門孔 對 原來是插進自己的心喔 是 我覺得 我是不知道他們到底 過程是什麼 會導致他沒有他們家鑰匙 可是我是說 光是以這一幕喔 來看我是為 是他父母的話 我覺得 那真的 比三我還痛很會 可是剛剛在節目上 不是一直在講說 我們身為公公婆婆 要放手給媳婦跟他兒子 自己好好生活嗎 對啊 兒子跟媳婦就好好生活 所以鑰匙交給親家母 有什麼問題啊 怎麼會給親家母呢 要好好生活 或什麼親家母有呢 媳婦決定的啊 來 尊重媳婦啊 這裡有公道 哪有這位 換個位置又換腦袋了 奇怪了嗎 那我講問我 你如果要見我就要開call in喔 我沒有他為什麼可以有嘛 來 公公公 以我來講 就是我媳婦對他媽媽非常好 照顧得無為不至對不對 那我要不要嫉妒 我要不要生氣 我要不要懊惱 我要不要說你應該要對我好 No 不要 所以人家鑰匙給他 那是媳婦跟他媽媽的關係 不見得是兒子給的啦 吳老師 你這麼說很多人會摔電視喔 為什麼 真的 我覺得很多在公婆腳步 是完全沒有辦法 我兒子我生的耶 我生得這麼大 去做人的 哪就入贅給人家 哪變成媳婦的 對 本來就是媳婦的啊 本來就媳婦的 我告訴我老師 你們兩個一起講就好了 不是當婆婆的由衷之言 對 不對嗎 我有錯嗎 我搞不清楚耶 是啊 但是我 所以就每個人會認為 我這樣做是對的 你也認為你是對的 他也認為是對的 衝突就這樣發生 對啊 認知不同 但是我們應該幫蘇醫師說個話 好 來 蘇醫師 等於我媽媽唸一下 對 你支持蘇醫師的 蘇醫師 蘇醫師有一個臉書叫做 蘇醫師愛睡念 家家有本來念的經 今天早上看到鏡週刊 關於我的單方面報導 我這裡就不放連結 也不想幫他衝流量了 不過我還是把事情在這裡說清楚 好了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黑暗的角落 其實我也是 只是從來沒有想過 這個最大的黑暗 會來自會是來自自己的家人 而且是你的父親 也從來沒有想過 會有需要把這種黑暗 讓大家知道的一天 然後他又說 多年前剛創立診所的時候 需要資金 父親曾資源兩百萬 我是很感謝 後來幾年後 繪製基因這家公司 準備要公開發行了 要上市了 對 告知他們投資內容 父母都完全沒有興趣 也不想聽 還說 他的錢絕對不會投資在 子女做生意上面 因為那是他的退休老闆 當時我就咬牙自己想辦法 還好朋友前輩相挺 繪製基因這家公司 總算上軌道了 然後呢 但是事情絕對不是 我們想的這麼簡單 在繪製基因成立上市以後 父親卻說那是他的公司 他要很多很多股票 可是各位同學 這是得到太多的差別 當然沒有辦法這樣 我也沒辦法跟股東交代 當時我父親也熱衷在買賣股票 於是我父親就開始用各種方式 來處理我 有提告 有發函 有檢舉 有恐嚇留言 再到這次動員我妹妹一起來 她妹妹也站在那邊 就是因為她妹妹的人 這些都是情緒勒索 我隱忍多年 不願意跟父親計較 從頭到尾都很清楚 借的那兩百萬是投資診所 跟股票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且法院也判決下來了 好 再來 至於接下來那一串 和你現在看到的這些動作 我就不多說了 請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我真是這種人 為什麼我老弟還是在我公司上班呢 你妹妹站在那邊 你跟弟弟領你的薪水 之前不願意去提這件事情 就只是因為這些原本是我的家人 之後也不想再提 現在大家知道為什麼我這麼恨情緒勒索了吧 因為我遇到的早就不只是情緒勒索 而是我對我整個生命的勒索了 來 聖美 我為什麼支持蘇醫師 就是因為他這一篇 因為一來他整個父子會翻臉的原因 就是那兩百萬 蘇醫師認定真的就是借貸 可是因為大家知道這個公司 因為上市之後 這個兩百萬 現在價值是超過一千萬台幣 好 那因為他價值不同了 那蘇爸爸就認為這是 這是他的投資 好 不管 但是總覺得這個父子之間的爭執呢 這個爸爸就像各位剛剛講的 就是說你是我兒子 對不對 我如何栽培你 那你現在不可以這樣對待我 可是我不是很認同父母親會覺得說 我這樣栽培你 所以你就應該要聽我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這家公司太火熱了 那如果有親戚朋友想買 這爸爸沒面子啊 明明是你兒子的公司 為什麼我們買不到股票 類似這樣 很多父母不就是這樣嗎 會去勒 情緒勒索自己的孩子 就是說你為什麼不能這樣對待我 你為什麼就不能給我股票什麼 然後就開始演發 他一連串 你看剛剛講的那些事情 包括用妹妹當人頭 然後檢舉儀器之類之類 這都是因為那兩百萬 衍生出去了各種的情緒勒索 那追根究底是什麼 是爸爸覺得 我就是栽培你的人 我就是生你的人 你怎麼能忤逆我 可是各位 他兒子也是獨立的個體啊 他有解釋啊 他做不到啊 但是我可以補充一點 證明就是說 畢竟他們是一個父子關係 如果今天啊 蘇醫師他心中沒有恨 說實在我覺得蘇醫師 他是心中有恨 覺得當時候我要投資這家公司 爸爸完全沒有興趣 講難聽也就是看不起我 我自己想辦法生出這一家公司 所以爸爸要什麼 我都不願意給他 在公司股權 不然蘇醫師其實很簡單 他可以把自己的持股 或甚至到市場上去買一些持股 送給爸爸 都可以解決問題的 不是做不到 可是對蘇醫師來講 他心中最大的節不是錢 不是給股權 是你當初不看好我 我是你兒子 我這麼有成就 我當到醫生了 但是你卻在這種事情上面 或許還羞辱我 我相信在當時候 或許在爸爸的角度上 我都買賣股票很多 很有名的公司 我錢去投資那些公司 都比投資你的公司好啊 因為你是什麼都沒有 還看不出未來嘛 所以蘇醫師在這個心中 讓這個節過不去 讓那個門檻過不去 不然其實不難解決 蘇維你會去告你兒子嗎 我 我不敢想有那麼一天 我不敢想有那麼一天 不敢想 不敢想有那麼一天 因為我一直覺得 他不要肯擾我就好了 當然有一天 你的兒子要來跟你借錢 我要投資什麼 可是那是我的老本 他爸爸不是有講嗎 我不想要把我的老本 投資在你身上 然後因為我可能 對你沒有信心嘛 所以剛剛劉律師講的 那個我認同啦 可是講實際上話 真的是這樣啊 爸爸已經把你栽培到 這個醫學院畢業 然後你要開診所 我也給你錢投資你了 可是你不要再來跟我要錢 因為那是我自己要生活的錢 房子我也贈 你車子我也買給你 我覺得啦 父母或多或少 都會有這種相怨的情節 就好像剛剛我們在講說 那個丈母娘有鑰匙 大門的 我就只有有車庫的 我還來幫你照顧 那我算什麼 對不對 那所以我過去就是 因為我是住在臺北 我媽媽住在高雄 那我岳父很常來幫我顧小孩 所以我岳父有我家的鑰匙 我媽沒有啊 那我媽來我家的時候 還是我要給他鑰匙 但是他一樣是大門 不是車庫啦 可是即便是這樣子喔 媽媽可能常常會聽到說 我們去哪裡玩 我帶岳父岳母去 去哪裡買香菇 去哪裡玩 去幹嘛 可是他在高雄嘛 我很難就是 常常回去高雄陪他 所以我能夠滿足我媽媽 就是說 媽媽你缺什麼 物質上有什麼樣的需求 我滿足你 或者是說你就上來 我再帶你去 可是我媽曾經有講過很酸的話 他就說 而且他是當著我太太的面講 過年的時候 就是比方說我可能要去幫忙洗碗 我不要讓我太太一個人做 我媽因為在做年菜 人很噁心 你洗什麼都不會去吃 我看你好像是去用酒 好重的話 對 我媽就講出這樣子的話 可是我媽應該不是說 他不是有意的 他只是氣到的 他覺得他一個人忙進忙出的 可是我太太也在旁邊幫忙 那那個是我們剛結婚沒多久的時候 你太太在旁邊喔 有 太太在旁邊 對 那我媽就講 我媽可能沒有意識到我老婆在後面 我媽說 要看一下 對 我媽就講說 你洗什麼都不會忘記了 你跟她跟她交一樣 那當媽媽這樣講說 你有沒有看看太太的表情 我當然 我當然有看到 她的表情怎樣 她的表情就也是很無奈 但是我相信就是說 很多女人都希望說 我嫁給你 我不是要伺候你 我也有在工作 我們大家應該是要很平等 很互相的 那當然媽媽會這樣子講 她一定有她的心裡面的不平衡 她情緒這樣你就要知道了 她不會說出來 可是我覺得媽媽是有進步的 因為她越來越覺得說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 我不要去干涉 然後也包括我媽這幾年來我家 我說媽妳就來當客人 妳不要來當用人 對啊 她拼進去之後 她覺得她來 我騎腳看電視 泡茶 我會想想的對不對 妳會去顧妳媽媽嗎 那我可憐 顧我媽媽 我媽媽有一次也很好笑 她說 彼智瑋 我這個房子 那個以後我如果走了 因為你也有房子 你姐姐也有房子 你弟弟沒有 我想說房子要給他 我聽人家講說要什麼 拋棄繼承 你要不要判一下 我跟我媽說天啊 你都還活得好好 你要叫我去做這件事 我不會跟弟弟搶房子 我媽這樣子 你坦白講 那你心裡會不會不平衡 我房子我自己賺了 那媽媽你給我什麼 可是我們不會這樣去想 因為我們是家人 那妳錯後來有沒有簽 沒有 沒有 這件事 媽媽你跟我講這事 你幹嘛 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只要給弟弟搶房子 對 我不會去跟弟弟爭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蘇醫師跟爸爸之間 那個情節要打開 對